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耳其四月要举行修宪公投 那么整个欧洲 因为他的侨民是可以投票的 所以土耳其到欧洲各国 然后去造势等等的 那现在荷兰跟德国禁止土耳其 在他们的境内举行修宪公投的造势 造成了土耳其跟欧洲很多国家 尤其是荷兰 那么极严重的 这个彼此之间的冲突 可是经济学人 作为一个英国的媒体 他完全不谈政治 他cover story 对 我想基本上 可能他对政治也开始有一点觉得 再怎么谈也是狗肺活车吧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蛮特别的 他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 科技的月刊或科技的杂志 因为他跟我们谈的是一个 可能如果我们读文法上 人不是太熟的 就是量子 quantum 所以大家看这一期的蜂面故事 它是一个黑色的底 黑色的底 然后满空很多的像星星一样 但是它其实是量子的一个图案 然后有一个人在追逐摇晃的量子 那它的主标题写的是quantum lips 就是量子的跳跃 下面有一排小黑字写的是 这一个mindbanding 他用了一个蛮特别的字 叫mindbanding 就是复杂难懂的技术或者科技 正在走向主流 那这一期呢 它其实有蛮大蛮大的篇幅 在谈量子科学 然后在42页那边有七篇文章 如果说对这个有特别有兴趣的人 其实可以去看 不过它的英文 其实用的比较艰涉难懂一点 那我们今天 我这边先辅助说明一下 学文因为去年 我记得中国大陆发射了一个卫星 然后专门是量子卫星 那么当时 文章里面也有提到 对我当时想要请台湾的学者 来谈这件事情 因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但我必须承认我不懂 所以我本来想要找专家来谈 就找不到专家 那如果说对这个特别有兴趣的人 我觉得这一期它写得还蛮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要主谈的是第七页这里 它序论这边有个summary 我会尽量用比较浅显易懂的 这个国语 跟大家讲 它讲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听完之后 大家会有一些印象 它在这个第七页序论的小标题这边写的是说呢 被卡在教科书将近一百年之后 这个复杂难懂的量子效应 正要大力推动全球的主流创新 所以我想大家就知道说 为什么基金学员没有选政治的议题 这一期来谈这一个 因为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 其实正在突破 可能对innovation 就是创新这件事情 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看它的文章内容 那文章内容一开始就说呢 我们想象看看 如果有那么一顶 能够观测你的脑袋里面的神经元的勇帽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佩戴这个勇帽的人他在想什么 或者我们再想一想 有那么一种可以发现 隐藏核潜艇的传感器 或是有那么一台 能够发明新药 改变证券交易 还能设计新的材料的电脑 又或者我们再想一想 有没有一个 有能够永远不被破解的物理定律 保证他安全的全球通信网络 以上谈的这凡尺种种 连同更多未来的可能 这都是所谓量子技术的一个 未来可以想象的空间 那这些可能性都要归功于科学家 已经能够很好的拨弄 还有推动单个原子 以及被称作光子的 更微小的光粒子 今天的电脑芯片 更便宜更快 体积还更小 但量子力学 认为在尺寸足够小的时候 其实粒子是能够穿过固体 让芯片的内部短路的 量子技术 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思路 来看同样的问题 相对于我们一直在想 把东西越做越小 它利用单个原子 和粒子的不寻常行为 把它们交互影响的作用放大 正如之前的数位化一样 这一个技术正在开启各种可能性 几乎可以应用在各个行业 而且还有可能激发出一个 我们从来不知道全新的行业 量子力学是20世纪初 提出的一种围观粒子运动理论 说它怪异毫不为过 这是因为我们人类 过去看到的世界 实际上不代表这个世界 是真正是这样子在运作的 量子力学整体否定了 我们已经延续数百年的观念 就是我们曾经认为 宇宙它是一个有规律 有确定性的 而事实上量子力学认为 宇宙不是 宇宙可能是基于一种可能性 而不是有任何东西是确定性的 其中测量行为的本身 就会影响被测量的物体 伴随着这一个聚变而来的 是一些真正离奇古高颜的概念 比如说粒子从根本上来说 它不在这也不在那 但它一定固定下来的时候 它同时在这里也同时在那里 它们处于这here and there 这里和那里的状态 有点复杂 宇宙 那这个呢 他们用了一个名字叫 宇宙 要让我们的听友 清楚的 有概念的话 可能前面那个前提 我们要先放在脑子里头 就是量子 当围观例子 到了一定的 的的的的 单元性的时候 它是可以穿越固体的 你不要这样解读 宇宙我教你怎么讲 其实很简单 今天譬如说我丁学文 我就认为我是丁学文 对吧 你是奉心 其实我丁学文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也影响了你 陈奉心在开始改变 跟你的思维改变 你的动作改变 我们彼此的重力磁场也改变 量子力学强调是 我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不像以前我们是单独在看 某一个物体 它的确定性是什么 OK 这叫量子 所以它有一个名词叫 superposition 就任何东西都是叠加态 就是一个跟一个放在一起之后 产生的这种状态才叫状态 那这个理论也表明了 例子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诡异的关系 就是其中一个受到作用 另外一个会感受到变化 就算我们相隔很远很远的空间 甚至连这一个理论的创始人 他到今天都觉得 这种所谓的intangement 就是交互作用 其实是很难用言语去解释清楚的 那正是这一种效应 展示出现在这种前景 我们为了更多的了解量子世界 而改进的技术 现在慢慢慢慢发现 很多在practical 实用上面可以用上的 利用叠加和交互作用的小装置 我们能够大大的优化 现在所有的电子设备 还能完成之前 我们认为完成不了的很多工作 譬如说利用交互作用 我们可以改进原子钟 令本来比目前应用在 卫星定位上的钟更准确 还能够几个等级的提升导航精度 让自动驾驶汽车更安全可靠 由于当地还有重力的强度 会影响时间的流动 这样的钟还能用来测量 重力的微小变化 这样一来 我们不用挖开路面 就可以知道地下管道的情况 还能追踪藏匿在深海里面的潜艇 都是为了利用它的交互作用 那量子理论的其他特性 还能让信息传递 不再担心被窃听 我们无论是用叠加状态 还是交互作用 状态例子编制成信号 都再也不会被窃听 复制还有传递 全世界的企业和政府 都对这一点非常有兴趣 中国已经发射了一颗卫星 能够接受 并在新网路上发送这一类的信号 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 永远无法被破解的全球网路 那这种奇特的量子效应之间 某些有利的相互影响 已经在量子计算机上面达到巅峰 和常规我们计算采用的零和一 我们以前所有的数学 所有的数位都是零和一 零一零一零一 对量子计算机不是 它是用bit bit这种两者的叠加 而每个位元 而每个位元之间又互相纠缠 使用以量子方法 重新处理问题的算法 量子计算机能够处理 比现在最好的超级计算机 一千年才能完成的计算 它能够很快做完 而高安全性的量子网路 还在研发之中 和它相对的担忧是 量子计算机最终很有可能淘汰 今天我们所有基于艰难的数学 设计而来的加密技术 都会被它推翻 不过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比较小的量子计算机 还会先在能源物流 药物设计 还有金融这些行业 做出其他的贡献 即便是简单的量子计算机 也应当可以处理传统机器 没有办法解决的各类问题 譬如说它可以优化贸易的策略 从科学文献中选出 有希望的药物 来让我们使用 Google在上个礼拜 它认为还有五年 这样的计算机 就可以投入商业应用 IBM已经向公众开放了 一个所谓初级量子电脑 本周它宣布了扩展计划 那就像这一期 我刚才提到 在42页之后 有一个所谓的科技期刊 它里面的文章提到的 大型科技企业和初创公司 几乎都在开发相关的软件 探索这些设备 不同形成的能力 一个新的媒介生态系统 正在出现 它能将新的硬件 和可能受益的行业 互相匹配 产生我们前所未有 看到的东西 这个情况 和上世纪90年代初 互联网 英特美 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很相似 科学家们投入 数十年时间 研究这个技术 大体上还处于 实验室阶段 但企业界已经开始 预见它广阔的前景 大的企业 纷纷买进 这个技术的知识产权 或者是自主研发 创业公司 正在迅速增加 各国政府 也在进行 战略性的投资 已经为基础研究 投入了非常多年 这也提醒大家 有些东西 譬如纯理论的 科学研究 其实你是不能 指望市场来提供 还是要回到 基础的实验室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对量子技术的 科学家而言 幸运的是 接下来的挑战 其实大部分 是属于工程技术的 已经不再是 科学理论的 今天应用量子技术的装置 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量子技术更激动 人心之处 至他目前还没有 被开发出来的潜能 位于变革性技术的 前缘的专家们 在预测研究技术的时候 总是历经摸索 譬如当年爱迪生 曾经以为他的留生机 其实只能在课堂上 朗诵课的时候使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 量子在我们普罗大众的 意识里 曾经代表着一个英文字 叫weird 就是很怪异 大家相信 在21世纪 它会变成另外一个英文字 baker 就是让所有的事情 都变得更好 所以 当然我们在 学问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应该没有学过量子力学 对不对 没有 那个可能读理工的 会比较熟悉吧 是 所以我们 所以这篇文章真的 读起来很辛苦很辛苦的 我们听有当中 如果有 懂得的话 真的我其实是很想 学一学这样子 因为 不过他这一次那七篇 就是有七篇文章 分别去从各角度 看量子这一块 那我觉得 其实有兴趣的人可以看 那其实呢 中国大陆很厉害 这个电子科技论坑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学员出来 还有那七篇文章出来之后 其实 几乎好像在24小时之内吧 就有人在网络上翻译出来了 所以台湾的听众 如果比较懒 你就想骂近百度 去打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员这篇文章 已经有人翻译出来 而且翻译的蛮好的 因为 在微博上面 因为他们去年发射 那个量子卫星的时候 其实 我就发现到 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想知道 相关的一些事情 我后来发现 所有的文章通通都是简体制的 就他们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 所以台湾就很冷淡 我们在量子 我现在发现台湾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他只愿意看 他想看的东西 他不愿意看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不懂的 可是问题是就看到了国际上面这个趋势很明确 当然去年我还没有办法那么肯定 可是今天记忆学员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件事情 而且学员我觉得不需要讲后面 光是他的导演里头 所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你戴一个有帽 然后你脑神经的所有的运作状况 就全部可以被观测出来了 但他不一定是真的有帽 就是他可能你就戴一个什么样的帽子 然后接着你的脑神经的运作状况 好 当然我们不会主动的让人家知道我脑子里头在想什么 可是如果我要知道我脑子里头的运作上面有出现什么样子的可能未来疾病的问题的时候 那不就是一个在医学上面极大的突破了吗 对啊 其实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这样 你看英特内出来之前 我们也没想到我们的生活改变会这么大 对不对 英特内对 好这也是我要提 就是说英特内当初在刚刚提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文章都提到说 他可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都因一实现了 可是在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想象不到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跟随的很慢 那我觉得量子力学现在 他所提出来未来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更想象不到 没错 然后这篇文章里面 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对台湾是比较有提示 我不知道 新创事业吗 在教育界的人 就是台湾现在其实越来越少学生愿意回到基础科学 物理基础学 对 可是他里面特别提到 其实他这个量子科学量子技术的发展里面 全世界各国都突然体会一件事 就是不管你的商业跟技术多进步 其实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fundamental 你在量子基础上面的投入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台湾跟不上的原因之一 因为学生年轻人都不愿意去 你相对在这些东西上面就跟不上 学我们的上一代 学理工的人的第一志愿是台大物理系 到了我们这一代的第一志愿变成台大电机系 之后台大电机系就一直是理工科的第一 现在变成财经跟法律 好 接着我们来看经济学人的 你接下来不谈伦敦金融时报 你还在挑选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 对 因为他这一期有两大篇文章 是在谈One China 就一个中国嘛 我想这个其实大家心知不明 这跟台湾的关联非常大 而且他放在序论 所以我们另外在谈的一篇是第九页 他谈一个中国 那他下的标题是这样 蛮有意思 他写一个中国 但是很多意义 那小标题写的是 为什么这么一个监涉难懂的一个中国政策 必须被支持 因为那是一个保持亚洲和平的 礼貌性的小谎言 这是经济学人的下的标题 我觉得蛮有意思 我觉得说的蛮好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页的文章 他文章一开始提到说 这个世界很少有外交辞令 跟美国人提的一个中国政策一样这么巧妙 美国官员呢 他总是不停的在附送 并说没有其他事情比美国坚守一中政策 更能维系美国跟中国这两个核子强权的和平 如果美国放弃这个政策 美国人警告 中国大陆可能会被激怒 会爆发反美的示威 美金政府甚至可能对台湾 或者是美军在亚洲的据点展开军事攻击 全球经济也会因此战动 数百万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这是美国的说法 因此当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 质疑一中政策时 很少人会问 为什么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 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 上个月川普决定改变主意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 他会坚持一中政策 但一中政策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美国不但不该对此提出质疑 川普更应该比以往更清楚的表示 美国坚定支持维持现状 那一中政策是一颗 他用那个字叫future 牛奶糖 他像一颗牛奶糖 一中政策是在北京台北都宣称 他对中国有合法统治权的年代产生的 美国直到70年代都只承认自由中国 也就是台湾 在当时那个政策之下 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从来没有说谁是台湾的合法统治者 那他的目标是要推翻红色的中国 因为当时尼克森需要对抗苏联的盟友 而共产党更倾向要求美国 接受所谓的一中原则 而他们的一中原则是 台湾是中国叛逆的一生 应该臣服于共产党 但由于他们对美国在外交上放弃台湾 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甚至从台湾撤军还算感到满意 而这些事情都在1979年发生 所以当时这颗牛奶糖就卡在大家的喉咙里面 直到今天都没有变 他的结果就是目前 这两个超级强群间的这一种 看起来很诡异的状况 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分歧 但一开始因为双方都恨苏联 而之后又因为彼此想利用贸易 追求共同的经济增长 而符合双方利益 他们不得不假装结合 但台湾一直是一个引爆点 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控制台湾的想法 如果有必要 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动用武力 但美国也持续卖武器给台湾 台湾关机法要求 如果台湾遭受攻击 美国需要graver concern 就是非常严重的关切 暗示美国其实可以支援台湾 中国常常为此表达愤态 近几年中国也在迅速扩军 他们就是为了阻吓美国协防台湾 如果中国可以把美国阻隔在外 几乎可以确定 中国他用一个英文字叫could 能够彻底击败台湾 那这个火药箱 现在正被曝露在台湾民主的火花上 90年代台湾开始去除威权主义 台湾人的务实 让他们去年选了一个倾向独立 但不希望跟共产党对抗的总统 大多数人相信 台湾的自主程度已经很高 真的觉得需要宣布独立 而因此激怒中国的人其实并不多 但台湾也开始质疑一个中国的想法 他们把大陆当作另外一个国家 政二被邻国这么一个巨大的独裁者吞食 台湾从来没有被共产党统治过 我们就算把1895年算进来 其实台湾被大陆曾经统治的时间也不到五年 那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乐意让一个中国的牛奶糖 继续卡着不上不下 但后面真的会这样吗 共产党民主主义的大旗已经喊了很多年 再也没有办法放弃他的宣誓 或许某天他会为了巩固爱国主义真的入侵台湾 美国抵御中国的能力及意愿 不只对台湾非常重要 更广泛的说 也是美国在全球角色重要的衡量标准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无法让台湾在中国的攻击下撑很久 但却是台美命运息息相关的指标 这一点其实中国心知肚明 与其把台湾视为谈判筹码 美国更应该维持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就算你要重复喊着那个大家都听不懂的口号 而且容易误导别人一个中国的说法 但是只要能得到和平 这一切都值得 这是经济学人给美国的建议 对不对 对 他这里面唯一的问题 就是对美国人来讲 这当然是成立的 他的论述都是成立的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就是这件事情 它不是只是一个小谎言而已 它牵涉到了我们的国际生存的问题 就是因为牵涉到国际生存 它才会有了想要改变的压力 如果不能解决国际生存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台湾就没有办法 把它轻描淡写地视为一个小谎言 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悲哀 就是说我们 我们无力改变 这个国际现实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真实的存在这件事情 始终不被 不被真实的承认 其实这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统独的纠结上面 就是因为国际强权的这个框架 框得我们受不了了 好 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大陆朋友也在听 我讲这是很很诚恳的一段话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经济学人这一期的中国篇有七篇吗 对不对 看来我们都只能 除了该那一篇还有六篇 我们只能略数了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学文这一期经济学人 其实除了谈量子科学 我也我会想办法 因为我可能是我这个物理学界认识的朋友太少了 所以我还没找到适合的专家 我觉得既然 经济学人已经这样报道了 我觉得一定要 要想办法帮助我 我自己跟我们朋友了解这件事情 因为它不是只是时空旅行这么简单的东西 平行移动 它其实在生计金融 还有电脑的网路防害客什么等等 各方面其实可以运用的范围 已经在加速当中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要了解 好那么在中国篇的部分呢 除了一个中国政策之外 还有哪些内容 对这一期总统七篇 除了该我们谈的序论那一篇之外 其实还有六篇 但是这些内容我其实觉得还不错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可能会讲得快一点 请大家谅解一下 那刚才我们听那一天第九页 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里面 可能大家觉得平铺指数 其实它在17页 briefing这篇有告诉我们 其实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那在17页这一篇briefing 它下的标题是 一个中国的大困惑 就是各方压力已经来临 它的文章内容提到说 所有的条件都在改变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变慢 亚洲不再稳定 美国的总统川普也开始威胁 中国的出口商品要寄出关税 不惜发动战争 中国在南海的举动也带来的紧张 美国国务卿甚至向国会表示 必须阻恶中国接近南海岛屿 而川普也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保证 美日安保条款会涵盖钓鱼台 那经济学人认为 曾经担任国台办的主任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他曾经在2011年拜访 华盛顿的时候表示 中国正在考虑找其他东西 代替九二公式 目前看来中国很有可能会这样出牌 而台湾官员也不断抛出新的概念 新的公式 可能提供未来对谈的基础 但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告诉我们 其实最简单也最自然的解决方式 就是承认这个世界有两个中国 但共产党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做 而是要压迫台湾在美国继续玩一个中国 那三方经济学人认为 三方正在缓慢的朝向一个更新 但是更危险的阶段前进 这是这篇文章的结论 那在中国片这边有三篇 27页他谈的是刚刚开完的政协会议 那主要谈的是李克强 他把李克强形容为 只是一个蝶勇的看护者 蝶勇就是变成蝴蝶那个蝶勇 那文章大概内容是这样 他提到李克强其实 他一直是最困难的经济改革的标志 从2013年到2015年 他每次开政协会议都振振有词 但今年3月5号开幕的11天的会议上 我们看到他已经改变了一种形象 今年大会的焦点变习近平 因为去年开始习核心就是焦点 2017年的重中之重 是今年年末的19大 习近平会不会支持李克强续任总理 没人知道 但李非常清楚 在那个之前他不能出错 稳定是任内的主轴 去年6.5%到7%的目标算达成 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定在6.5% 而今年财政部的预算定在GDP的3% 跟去年一样 所以经济看起来OK 汇率承受的压力还可以 不过中国债务的增长仍然加速 2月份郭树清接任迎监会表明清理呆账 势在必行 有关怎么推动改革 李克强说的很少 如何加大农村经济也没有具体说明 包括国企的混改及房产税都没有提及 看来李克强现在的工作只是确保 底里有能够安全度过 那第28页谈的是中国的多党政治 就是有点像早期国民党时代 其实中国不是只有共产党一个党 其实另外还有八个党 在3月1号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副主席 罗富和他曾经发言 中国应该放松对互联网的管制 以免阻碍科学和经济的发展 这是极罕见的相对性发言 但是经济学人重新去看这一次政协会议里面 各个党的这个情况就发现 大家都很乖 还是效忠共产党 喝茶的喝茶聊天的聊天 根本就没有人敢真正的去反对 花瓶政党 对八个政党 那另外第三篇在28页这边主要谈的是 中国最近发生一个非常诡异的电视剧 就是在中国的央视 有一个历史剧叫大秦帝国的崛起 非常热播 但最近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一幕 秦国收买内奸的片段之中 那有一大堆那个小传字体 写出来的内奸名单 里面竟然包括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有这个网路上非常火红的转传 对 那北京发现之后 迅速把这个这一集下架 连YouTube你也找不到 甚至连讨论这集的文章全部被删除 只要出现有关这次名单事件的文章 几乎你找不到 甚至连微博都禁止评论 虽然当局已下令封锁这个聚集 但有关消息正在网上传递 从当局的紧急应对措施来看 这次事件好像不是简单的失误 目前大陆通用简体制 而不是电视剧内阶名单中的小传字体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可能 其实又是有一些故意的行为 那我们待会要细谈的是第58页 谈中国最近初创企业在全球的这个 反正伸头非常的强 那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谈一下 第64页财经版 再谈呢 其实就是川普一直在骂中国的进口 对美国进口的影响 那这篇文章主要在说呢 其实中国进口到底对 虽然让美国失去了不少工作职位 但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 引述了很多美国大学的一些 研究的这个结论啊 各种论调都有 不过比较重要是在最后一段里面 他特别提到 由Clay Henry和Nuno Lamour做的一篇文章 他们发现中国进入WTO 其实降低了美国的收入和就业率 大概1% 但也同时降低了美国产品的价格 和借由关税增加了美国消费者收入13% 他也让中国人变得富有 所以其实到底中国进口对美国 是不是绝对的负面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各种论述 他基本上是认为还是对美国有利的 对不对 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谈过 对啊 贸易都是这样子 好 那今天我们要细谈这篇文章 我个人非常喜欢 但是台湾其实可能要特别注意 他主要在谈的是 中国的年轻人怎么往海外创业 所以他的标题写的是 中国的初创企业越来越勇敢于走向全球 而且积极打入国际市场 他里面提到像义航和密佑这些企业 都发现海外的机会比中国国内还要多 但文章一开始他提到 在广州的郊区有一个废弃公园 你进去的话会看到很多被丢弃的 世界各大奇迹的复制品 比如说你看得到丢在地上的吴格枯 埃及金字塔或者希腊古剧场 这一些所谓的模型 除此之外你还发现很奇怪一个现象 那你的树木都被砍得光秃秃的 而且在晚上你会听到很多 噜噜噜的那种声音 因为那里也是中国制造无人机的一家企业 叫异航智能技术有星公司的实验场 它的创办人叫胡华智 他满脸笑容的告诉记者说 异航智能技术有星公司 最近在广州登展上 用一千架智能的无人机编队飞行 在空中编组飞行成功 展示了各种神奇的图案 创下了世界纪录 而这个企业的下一步计划 是要创建一个飞行的taxi 飞行的计程车服务 就是用一个更大的无人机载体 载客人在空中飞行 那杜拜已经和异航签约 决定在今年夏天 杜拜会开始使用这种无人机的客运服务 这是异航的一个成就 那异航这类的企业 现在被一些人称为叫什么呢 叫Michael Modernationals 就是微型的跨国企业 过去中国的消费类型的制造企业 一般都面对国内市场 特别是初创企业 都是面对国内 少数例外 比如说资金雄厚的联想 海尔和华为 这些技术巨头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大陆经济一直是两位数增长 加上崛起的中产阶级 对新产品的渴望 在大陆要做市场和销售 其实本来就比海外要来得容易 但是时代已经改变 中国初创公司 现在许多都开始面向海外 他们的许多创立者 就是曾经在海外 读书或工作过的人 比如说深圳的 陈浩春夜Hacks 就是一家专注硬件 加速器的初创企业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往外发展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的产品太过创新 而且太过昂贵 国内还买不起 还有一家位于深圳的 叫Mac Black 这是一个销售 自己组装机器人的公司 他们的创始人说 他们的企业 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全球 所以目前他们的国外营收 已经占了他们全部的四分之三 那另外还有一家公司 叫Dotcom United 它的创始人姓死 叫十一 它说呢 因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 很先进 所以中国现在也能够产生 一些很有创意的 新型商业模式 那它的企业 就是专门负责 把中国的模式改造之后 向国外市场推广 比如说在中国 有家公司 叫WiFi Master Key 万能钥匙网 它是一个中国的 分享经济的APP 它把全世界所有 私人和公众的WiFi 都放在上面 让大家分享经济 去交换使用 那十一就仿造 它创了一家公司 叫Swift Wi-Fi 推向全球五十个国家 结果非常成功 目前已经有 一亿五千万的 全球使用者 在用它这一家公司的APP 那另外还有一个企业 叫密诱网路 MuticalL Y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违行跨国公司的案例 它目前估值 已经高达五亿美元 它是最受西方年轻人 喜欢的一款APP 有超过一亿个年轻人 青少年 使用他分享自己 演唱歌曲的video 而西方的父母会 非常讶异 这是一群 游在上海的 中国工程师设计的 而创办人叫Alex Alex就承认了 他们为什么 不打国内市场 因为大陆小孩 功课太多 下课之后 都在写功课 没有空玩音乐 但他发现 美国小孩 在下课之后 尤其三年以后 都在玩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媒体 所以学文 其实他这些例子 告诉我们就是中国大陆 我们以为说 中国大陆的新创事业 都是在中国大陆 他自己内部市场的 保护之下 然后才能够成功 其实他们早就 已经不是如此了 他们现在 从开始创立之初 就放眼国际 甚至于去找到一些 中国大陆 自己还不允许的市场 然后他们去开拓它 对 而且都很年轻 好惊人哦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我们都以为 中国大陆 只是因为他自己市场大 然后他自己有保护主义 其实现在情况 早就已经不是如此 他们比我们的年轻人 东南西北巷 都已经去了了 是的 好 非常谢谢学员